很多蜂友都会发现这个蜜蜂在蜂门口长驼 是什么原因呢 像这种情况 你们猜猜 我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而且这个蜜蜂是特别的松的 长驼的 有的人肯定认为它是在围这个蜂王 其实不是 好马上就看到结果了 看倒都倒不开 掉哪里了 它是在跟这个大黄蜂厮杀 看到没有 大黄蜂出现了 他们就恨透了它了 他们就恨透了它了 这个是我以前我们家的老厨房 来 把刀锋轻轻轻松了 然后就轻松了 我根本不记得,母太太弹出了,我熬夜了。 有点晚了,现在检查的不是很清楚了,这个点。 小中风这个点是比较凶的了。 母太了。 这个密封群是有封闭的,这里看的不是很清楚,是花子了。 爸爸你帮我拿到外面来,我看清楚一点。 你帮我拿到外面了。 你帮我拿到外面了。 好,你帮我拿到外面了。 刚刚我一眼,我就发现这个密封群是有封闭的。 为什么我敢这样断定? 看这里,这里是花子。 看有虫,但是呢只有小部分的封盖子。 跟着我的手指去找。 像这样的花子。 在镜头放近一点。 这个虫卵这里面是黄色的。 说明呢它是有封闭的。 看这两根虫是特别的明显。 这根是黄的。 这个密封挡住这根是白的。 这根是正常的。 这根黄的。 这根也是白的。 区别就在这里。 看这根也是黄的。 看这个比较明显。 这几根虫只有这根虫是正常的。 那么这四五根都是不正常的。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检查这个密封群是有封闭的。 你就以我爸爸现在手中拿的这一块纸匹来做标准。 因为它都是花子。 它里面有足够的蛋跟虫卵。 迟迟封盖不了。 它也有部分能封盖。 但是它不是每一个密封虫它都能封盖。 当然老王铲子它也是花子的。 但是老王铲子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么多子。 它只有个别啊。 里面它是很小的虫卵。 它不会说有那么多的虫卵。 我今天就教大家一招快速的识别。 这个密封群是有封闭的。 我今天检查这群密封。 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花子。 里面都是满满的虫跟大蚊虫。 那么我再过七到八天再去检查它。 它还是这样的零零想想。 只有几十个封盖的。 那么说明这群密封一定是有封病的。 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去处理的话。 等到下一批子的时候, 这群密封已经说的很少很少。 就等于是那群导致密封出逃。 或者说养着养着就没有了。 好吧。 等我朋友。 叫我爸爸放回去。 不用再检查了。 只要看了两片它都是这个花子的话。 那么其他的它都是花子。 我们专业养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花子。 是有封病的。 很多养蜂的老师傅可能都不会告诉你。 但是连像我爸爸这种养了五十年蜂, 他也不会告诉你。 因为连他不会讲普通话。 很多养蜂人都很想知道蜜蜂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出逃。 是在冬季? 还是在春季? 还是在夏季? 还是在秋季? 跟季节没有任何关系。 跟你的蜂群有很大的关系。 一,你的蜂群里面缺蜜,缺粉,攻蜂,咬劈。 蜂王停产了,蜜蜂,这样就会出逃。 二,在阴雨天气,蜜蜂长时间的不能出去掺击。 天气一变好了,蜂群缺蜜了,它自然也会出逃。 三,别的蜂群来捣乱你的蜂场。 就是说挡个蜂场,乱场了,抢蜜了,干扰到你的蜂群了,它自然也会出逃。 我们怎么去规避蜜蜂出逃? 我只要一招,别的老师傅都不愿意告诉你们的。 一,给蜜蜂群补足蜂蜜,给蜜蜂吃。 二,补足花粉水蜜蜂,喂养纸皮。 这样的,这个蜂群就稳定下来了。 很多蜂羊都说,想看一下小妹培育的蜂王,是不是百分之百成功了。 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排呢,已经是被我已经用掉了的。 然后呢,这些都已经是出了台了的。 这个呢,是已经咬掉了,去破台了的。 这个,这个也出了。 这个呢,是臭台,是不会出的。 这个也出了,这个也出了。 镜头可以稍微近一点。 看,这个有一个比较强壮的蜂王,在这个位置这里。 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能看到比较清楚吗? 因为呢,这个蜂王比较大只,比较强壮。 所以呢,它就会破掉其他的蜂王台。 这一排已经被我隔去用掉了。 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已经被破台了的。 这些。 看,这个比较清楚了。 我手指头,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蜂王。 这里面也是被破台还没有出来,就已经被咬掉了的。 这些多余的,我都没有割下来。 因为割了十几个去分风了。 那么剩余的,我就没有用不上。 我就不管它了。 嗯,很多蜂友都很想知道原地分风的。 一个步骤。 从哪一步,做到哪一步,才会分风长弓。 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原地分风。 像我昨天晚上一样。 一群分七层,就是这个第七层。 这个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层。 那么第二天,就是比较关键了。 第二天,我们需要检查。 蜂王有没有叠少长弓? 蜂群有没有偏朝? 如果偏朝的话,像我刚刚一样做个调整。 这一群换长这一群,它这样就做了个调整。 那么第三天,我们还需要检查蜂蜂。 经过我们第二天调整后,有没有偏朝? 如果有偏朝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个微调。 三天以后的话,都属于是比较稳定了。 那么我们三天以后,蜜蜂群就不可以做调整了。 就是说不能批跟批对换,也不能相跟相对换。 如果说你借的是蜂王胎,处女王。 那么我们过八到十二天,我们需要检查蜂王有没有成功的交位回来点大。 那么要检查蜂王有没有死亡,特别是借的是处女王蜂王胎。 那么他飞出去,有可能飞不回来,那么死亡了。 这个时候,发现死亡也好,蜂王没有点蛋也好。 我们都要及时的再补入一个蜂王进去。 如果是说蜂王没有点蛋,我们要淘汰掉之前的蜂王。 然后呢,重新补一个,开草王进去。 一定不要再补蜂王胎跟处女王了。 如果是死亡的,也是一样的,一定要补开草王进去。 不要补处女王跟蜂王胎。 为什么呢? 因为你补处女王跟蜂王胎进去,封群长时间了,没有蛋指披了。 那么很容易预封出逃。 好,因为长时间了,没有蜂王在里面繁殖。 那么蜂群就会缩少。 还有的蜂群长说,我要没有蜂王了怎么办? 又不想去买怎么办? 那只能把它合群了。 就是说把女的蜂群再合回来了,合到别的,有王的蜂群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晚上操作合群。 中蜂群,晚上合群。 易蜂群呢,我们选择白天九点多钟的烧合群。 最容易成功。 我们下午前开始,我们下午前,我们下午前发了些生日误的状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